今天来度假村喽,算是开学前的最后一次游玩吧 目前咱们所处的就是知名度假村 铁稿子村,小子,你过来 什么事 我渴了,去给我买瓶水 给钱 门都没有 钱都不给,给你买个屁的水 天天整我,补偿补偿不行啊 不行你就趴着呼哈呼哈吧 你小子侮辱我 你真是不知悔改,活腻了是吧 都来度假村了,你还有什么小把戏 呵呵天真,普天之下莫非陷阱 看到拉杆的这一刻,其实你已经无了 唉,老师已经隔屁了 真是影响心情,我旁边就有半线钩 不过只是用虚晃它的 从旁边的喷泉也不能忙 因为这些压力板总有一个会踩雷 咱们就且祝老师好运吧 一分钱都不给我,天天想着白嫖 活板门下面就是密室 能直接打开就不要按按钮了 直接下去就行 有树叶接着,随手关门 掏出电脑开机吧 真服了,来到度假村也不消停 同学们看到他人跑哪去了吗 好的,我自己找 每天都是坑爹苦力怕 我已经产生免疫力了 那小子应该往村里走了 大家直接解散自由活动吧 半线钩 我这么多陷阱可不是白挨的 你惨了,你坠入爱河了 饶命下次不骂你 你嘛,原来这个半线钩只是虚晃一招 你们这群只会爆炸的牲口 伤敌八百,自损一千 从喷泉 都是压力板 换个地方过 从这边的小花园绕到里面 我有句妈卖劈 不知道 老花眼终究逃不过半线钩 回去得好好配一副眼镜了 这次直接从围墙上冲 我就不信 还有诈 混迹江湖这么多年 好歹也算个老硬币 不是,好歹算个老手 呦,这个铁高子村非常有特色啊 这个小子竟然在这里也开了密室 还真就像他说的那 听见老师熟悉的惨叫了 转身把后面的树叶撸掉 主打的就是一个过河拆桥 OK,咱们后退接着玩电脑 逃出来开机吧 这是我忍不了了 给我上演一瓶水引发的惨案 是吧 天天给你买这么多作业 不花钱吗 这个门 竟然能直接打开 放个破按钮好玩是吧 直接下去了解 如果让你重新来 草帅了 应该先看一眼的 找到你了吧 一瓶水都不给我买 就你好 给我买一百本练习册 我还你一百只凋零好不好 这也没有啊 又需换我是不是 那你要不要 把你能的 我要我要都给我 这告诉我们 做人不要说大话 老师又把教室建在了什么莫名其妙的地方 这节课的内容大家记住了吗 你小子还来干什么 来上课 懒得理你 咱们接着讲 黑板呢 不会抬头看呀 什么东西 卧槽 你这是什么变台设计 一天天就你屁事多 还敢骂我是变台 打我干什么 我想揍死你 卧槽 这是你先惹我的 好 不下心失手了 赶紧跑路吧 走之前在他的变台黑板上放几个拉杆 给老师留点小惊喜 脚下的火板们也不要随便进 不然就当烤鸡吧 从这里下去 有水接着 OK先在这里掏出电脑开机吧 两个像吧 小宝贝 尼玛 这个小子下手真重 果然已经跑路了 同学们 他跑哪去了 好吧 我自己找 黑板上怎么多了拉杆 还一下来了仨 难道要我一个一个是吗 哈喽 哥哥别 我让你得瑟了吗 小趴菜 我倒要看看这些拉杆 都有什么坤逆 现在开始第二 妈妈 竟然不按套路出牌 还有第三个 少拉一个也没事 这个火板门 谁放的 估计就是小子的密室了 让我下去 是何处传来惨叫 原来是头上的老师 那我也该转移阵地了 这三个门不要碰了 后面还可以下去呢 有软蓬蓬的干草块接着 安全落地 不掉一丝血 咱们去树后面躲着 就在这里掏出电脑开机吧 缺德不缺德 瞎放个火板门 能干什么 真是脱裤子放屁 看还有哪里可以躲的 下面有一滩水 那肯定是下面没错了 跳下去抓那小子 还好 不是很疼 都是被那小子气的了 老眼昏花 三个门 这个选择题 有点难 先直走试试 踏马德 就知道有坑 接着选择下一个 男左女右 我是娘炮 我选右边 开吧 天选之门 赐予我娘炮的力量 乐观一点 好歹排除了两个 只有最后一个了 没什么好犹豫的了 臭小子 赶紧乖乖出 你小子不当人了 是吧 合着就没一个对的呗 一会 没有你好果子吃 看看哪里还可以走 下面还有 赶紧过去看看 下面有个干草块 直接跳 这红石线连到了哪里 那小子肯定就躲在了那里 哈哈 我真聪明 你小子赶紧留下一眼吧 这句话也原封不动的还给你 哎呦 又憋着什么坏屁呢 来的时候没看见吗 你以为我为啥要躲树后 哈哈哈哈 终于可以安静的玩电脑了 继续掏出来开机吧 这个大雪屋就是教室 从哪里进去啊 门都没有 难不成这中间是戏雪 这里面也特大了吧 同学们怎么都坐在了地上 咱们过去找老师的试去 你想干嘛 你怎么让同学们都坐地上 地上怎么了 这雪地多干净 那你还给自己搞了两个讲台 你嘛 不行啊 我是老师 知道什么是老师吗 我怎么你了 打我几下了 哈哈 活该 行 那给你洗个澡吧 雪屋这么冷 这下暖和了 黑板上给老师精心准备了陷阱 很轻易就能发现 所以肯定不是密室 真正的密室在雪墙后面 哇塞 这下暖和了 先玩会电脑 这个小子又改我教室 这一下给我洗的精神抖擞了 人跑哪去了呢 卧槽 他这密室做的也太简陋了 肯定是因为冻成孙子了吧 掏出准备给你们布置的英语作业 搭一条小路过去 把这些踩过的作业都留给那小子做 真不错 里面怎么还有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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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不了了 怎么已经没路了 按理说 尼玛 这小子不按套路出牌 竟然放铁针砸我 旁边的密室 好像跟这个不互通 我再去另外一个看看 运用排除法的话 那小子一定在另一个 OK 再搭一条那小子的作业 搭的越多 你写的越多 让我看看 这怎么又冷又热的 那小子搞的什么狗巴玩意 跳不出去了 同学们就救我 老师的惨叫都成交响乐了 前面的小门一看就不正经 真正的密室在天花板上 点一下矿车就OK了 记得养成随手关门的好习惯 免得让老师直接发现 前面是一道选择题 岩浆家门后面还是岩浆 运气好了 还能卡黑药十里 水门相对比较安全 小心脚滑就是了 不然就会被逆尸分尸 掏出电脑 接着开机吧 这个小鼻崽子 这都是雪 让我拿找去 作业都给你收好 你就等着 卧槽 这里面是啥 好家伙 竟然在陷阱中做了陷阱 直接跳进去让他写作业 哎呦 是岩浆块 还得再小心一点 小子 我已经找到你了 快出来迎接我吧 劝你不要装聋 尼玛 里面竟然是发射器 周围都是岩浆块 它能跑哪去呢 问题肯定出在这天花板上 因为它不是岩浆块 哈哈 肯定是这样 让我探探昆逆出在哪里 这边没有往前面找找 找到你了 昆逆 这地方看着好诡异 又是一道选择题 刚刚我知道了 越是看着正常 越危险 这个墨影珍珠 我拿下了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去吧 皮卡珠 踏马德 卡方快了 小朋友 这小子天天就知道乱跑 沿江门后面 是那小子的密室吗 上面有个墨影珍珠 那一定没错的 臭小子 拿命来吧 你惨了 你退入爱河了 岩浆门后面 还真是岩浆啊 后面还有一个水门呢 那只有这一种可能性 没什么好犹豫的 直接冲 我就不信 那小子还不在 看到你了 哎呦 什么东西穿下去了 卧槽大哥们 清点头 我是 老师真菜鸡 接着玩电脑 这次 我小心一点 想坑我第二次 门都没有 哎呀 学聪明了吗 还不都是你小子 不讲武德 你是多可爱呀 我劝你不要不识好歹 我认你哈皮的可爱 抬头 卧槽 我都已经好心提醒你了 是你自己反应不过来 又该转移阵地了 走之前给老师随便放三个拉杆 不要犹豫 第一个就是传送装置 希望老师这次能学聪明一点 教室上面还有我小小的陷阱 就在这先玩会电脑 等着老师掏出电脑开机吧 小子真是太心狠手辣了 竟然还大意灭青 过河拆桥 鸟进工藏 兔死狗烹 不讲武德 野生的拉杆 拉一下试试 第一个平常都没好事 这次我直接拉 最后一个 你妈 难道我判断错了吗 再来试试中间这个 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吧 哈喽 卧槽 苦力怕头 丢他老母啊 这么一来 就只剩第一个了 尼玛看到那小子在教室上面了 你是怎么上去的 我懂了 他是飞上去的 好小子 等着吧 我来了 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的诞生日 来了 他来了 他踏着七彩翔云走来了 小子 想好哪种死法了吗 看到这是个什么了吗 不就是一盏灯吗 有什么好奇怪的 卧槽 难不成 下去好好想想吧 就让老师慢慢遨游吧 后面还有一个不起眼的小箱子 里面是我不起眼的秘密武器 记住刚刚的凋零骷髅 等会会考 再玩会电脑吧 这里怎么还有个小雕 哇塞 这都被你发现了 就一个 呵呵 你别急 给你看个秘密武器 你又变了什么坏癖 看我手里是什么 卧槽 卧槽卧槽 不会吧 卧槽 难不成 你是想 不小心被你猜到了 大哥商量个事 跟你的小雕们商量吧 老六 我真的服了 拜拜了您来 不会吧 不会吧 老师竟然钻地学理上课 真坑爹呀 下去都不好下 你在上面嘟嘟囔囔什么呢 我说你坑爹 巴嘎 大人不记儿子过 赶紧滚座位上去 七 嘴上不饶人 还大人呢 玩我的电脑不理你 同学们 咱们接着讲 开机吧 这灯好刺眼 都看不清屏幕了 卧槽 谁踏马把我灯跑了 是不是你个臭小子 听我狡辩 我揍死你 我突然发现 你长得好帅啊 别开枪好不好 不就是一个灯吗 回头陪你不就好了 非要动手动脚的 前面的上克林给他换了 黑板也做了 我座位后面有两个隐藏门 猛男左娘炮右 所以我们走左边 右边的门开都不能开 简单留给老师吧 好了 到这里就安全了 掏出电脑开机吧 你马 这小子当个人 不好吗 把我灯给刨了 还这么理直气壮 看我抓到你 不给你五花大绑 把你关进地牢 再放两头猪 昆尼快出现吧 这不说来就来了吗 肯定是那小子的密室 怎么里面还有门 不管了 进去看看 马德直接冲 你惨了 你最如爱河了 我是他 我丢他老母啊 就知道门后没什么好东西 天天就搞这一套 我都已经玩腻了 再找找其他地方 零后面是侦测器吗 其他地方也没什么奇怪的 那就只能是你了 搏一搏单车 变摩托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按说我现在 你们这群小黑子 怎么哪里都不是密室 那小子飞了吗 去他座位上再看看吧 火眼金睛的我 发现了什么 一块这么闪亮的钻石矿 建教室的时候 怎么没发现 还好铁稿还在包里 小子 幸好钻石还在 看来小子也在后面做了密室 就让我挣大我的火眼金睛 好好的端倪一番吧 出现吧 坤妮 真是听话的乖乖 芝麻开门吧 好小子 想把教室都给拆了是吧 考虑到同学们的安全了没有 天天都是给你换新同学了 真该把你们这群小黑子也设了 躲哪去了 赶紧给我爬出来 听到我说话了没有 原来在这里也是隐藏门 找到你了吧 那我得恭喜恭喜你 乖乖 拿命来吧 至于吗 一个灯泡而已 还想要我命 卧槽 这是一个灯泡引发的血案 把这个按钮拿下来 循环利用一下 放在墙上就可以飞出去了 安全着陆 拿出旁边箱子里的 岩浆和蜘蛛网 等着老师上来吧 开机 小子 我来了 来得好 卧槽 你干了什么 给你洗个头呀 我来不会 你自己弄下来吧 我来看看 我去看看 找到你了 我来看看 我来看看 你来看看